进入8月中旬,再生稻投机迎来丰收期,连续来湖南省农季推广总站,组织专家对位于湘潭县的再生稻千亩示范片投机稻进行了现场测产,其中龙两幽华站品种稻穀母产达718公斤。 再生稻俗称怀胎草,一种两收,也就是投机稻播种收割后无需再次翻根播种,利用投机稻妆重新发苗斩碎, 带到稻谷成熟后可进行二次收割,具有米之优,效益高等优点。 测产现场,专家组在示范片随机取样两个秋块,丹田面积500平方米以上,对龙两幽华站和金两幽1212两个品种进行了实收测产, 经称重测定水分,去杂,干股母产量分别为龙两幽华站每亩718公斤,金两幽1212每亩665公斤。 据了解,此次测产的再生稻3月中旬播种,4月中旬积播,7月初进入10岁期,7月中旬进入7岁期,8月12日至15日迎来投机成熟期, 待岛收割完毕后,预计10月中上旬可再次成熟收割。 再生稻示范片种植大户彭超良说,与早稻相比,再生稻的种植和收割时间都避开了最炎热的时候,要更加好打理一些。 2019年,他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,获得了13万元的收益,2020年他将种植面积翻了个番。 据悉,为了保证再生稻的产量,农季专家采用了种子包一新技术,确保种子的发芽率,同时对水、肥和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行统一管理,为中联大户保效增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